刚六什么时候来 价格有一个大概的区间吗 请问现在这个杜瓦迪最近降价 这个一上来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吗 有五人邮寄 今天呢咱们去参加一个活动 但是啊我这个视频发出的时候 可能这个活动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吧咱们呢就 找看看这一期活动 我们能采放到什么 那种小集市的感觉 复古小摊位 Hurray的品牌应该很多人喜欢 比如说我 Hurray的头盔是一直到现在 都比较坚持做一些原型 原型为主的这么一个品牌 哈喽 给个特写 我们的子涵老师还记着我吗 记着 来我采访一下 你想要点什么 今天能给我一个头盔吗 哪款呢 那就来最新的 别最新的了 来个老的吧 SRV吧 行 哪天到我电视去 这块是Fox Fox是玩越野 基本上都熟制的一个品牌了 这个有点眼熟啊 绝妙驾驭的东西啊 绝妙驾驭的东西一直都比较复古啊 诶 是怎么个情况呢 这个一上来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 其实是这样啊 这次降价呢 确实我们是为了轻一些当时留下来的库存 所以车友们也是抓住这次机会吧 然后赶紧把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拿到最好的车 我看这个现在展出了三辆最新款的自由啊 咱们这个新款自由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刚哥 这款车其实是第二代的速发力资 新的自由呢 可以看到LED头灯 显示更多信息的全LEDTFT的仪表 我看自由好 现在电控升级了很多 对对对对 好 那最后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咱这车什么时候能给人家安排一个试驾车啊 很快很快 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所在的英零 寡历北京的园区 然后还有我们寡历北京京港 随时来体验这台车的新的骑行感受 我们趁着还没有开始 采访一下川崎的朋友 采访你一下 看多么孤单啊 怎么这么孤单 就是金菜 还有采访你一下 刚六什么时候来 刚六我期待车展80%来 80% 然后价格有一个大概的区间吗 我认为要是如果日产的话 做的11左右 那肯定就是太好了 这可是来自川崎同事的预估啊 然后就是凯旋 但是凯旋好像还没有上人呢 没法采访啊 躲过一劫 本来我留给凯旋的问题非常的吓人 这个是RA RA其实在几年前特别的火 哥哥原来看是VSPA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 因为非常的复古 而且品质质感也非常的强 不知道现在这个新版本的效果怎么样 就这个大复古非常肌肉派的这种车 你们觉得它值多少钱 你猜它多大排量 给你们揭晓一下啊 26,800 这太狠了 这个活动呢应该就是结束了啊 因为这个展位人不是太多 所以呢 问题咱问的也差不太多了啊 蹭一个美女的车回去 OK over 继续 谢谢大家